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蓝海藤 这个花可能很多人没见过 但是这个花非常的好养好看 它的这个叶子非常的肥厚 看起来露嘟嘟的 而且它的金干也是这样的 所以它非常好牵插 它的分支能力也强 更重要的是它开的花非常的漂亮 是那种蓝色的 在这个花苞没有完全绽放的时候 就像一条海 所以它也叫蓝海藤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另外它还非常的好养 像我的这一颗买回来可能一两个星期了 扔在那里都没怎么管它 它还非常的精神 就是有一点它是冬天会比较的怕冷 如果是北方养的话 冬天最好搬到室内去 现在我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刚刚忘了说这个蓝海藤 只要这个温度合适 一年四季都可以开花 我的这一颗苗还比较小 所以我打算先甲植再定制 甲植的话 因为这个还稍微有点大 我就选这个口径 15厘米的控根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蓝海藤它的叶子非常肥厚 所以它非常的耐旱怕捞 所以用的土的透气排水性一定要好 不要用这种太粘重太容易板结的土 那样的话这个蓝雪根就很容易烂根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防捞土来种 现在盆底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话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原意就可以找到 再把它取出来 这个土跟我的这个土比较接近 所以我就不去动它的根 放进去 四周继续加土 给它提一提开一排 四周按紧 这样就OK了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水之后再把它搬去缓苗 放在阴凉通通的地方缓个两三天左右就可以 然后再给它一边